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脈無雙 咦 新一年啦 我是主持啊 樹領 新年快樂啊 我是鏡翻 依然是沒有變 我們依然是會新舊翻的 放心 雖然遲了一點 新一年雖然都過了一段時間 但我們當這個標誌我們無雙是新年啦 我想 對啦 我想現在都一月尾 二月頭 你還有新年快樂 農曆新年啊 嗯 都是新年啊 對啦 OK啦 有新翻看就當新年啦 那新翻 固然 今季新翻 兩套作品比較矚目先啦 首先 第一套就是《約定的夢幻島》 我以為你一套作品是《動物朋友2》 他的矚目是 矚目在炎上方面 剛才說第一套是《約定的夢幻島》 第二套就是我們現在第一套會講的作品 就是這一個 都是轉身系的作品 就是《統之勇者成名錄》 大家放心 五等份的花格是會講的 我也知道是比較矚目的另一方面來講 對啦 不過我們先講這套《盾勇》 剛剛樹齡所說的就是一套轉身 加《異世界》的作品 但是他從《盾勇》這件事都知道 其實他是打算走不一般《異世界》的路線 是走玩《異世界》的路線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有些做妓女的 轉身之後做了妓女的勇者又有 然後什麼都有 總之是什麼呢 將原本很難滿的東西 將它引導成為主導 去發展一個《異世界》的故事 基本上就是現在這個period裡面的其中一種主流 好像近來還在播那一套 即是《史萊姆》那一套 某程度上走這個路線 《史萊姆》是比較黃 他是走黃道路線 他還是黃道一點 這套我真的覺得挺邪道的 首先我喜歡你那句 《異世界》的東西不是玩盡了 是玩爛了 覺得是爛了 但這一套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終於你會覺得 有一些我們覺得本來《異世界》系作品裡面很常識的這套 喜歡別人去質疑這件事 第一就是其實藍珠說什麼一定要厲害 第二就是藍珠的身邊 是不是一定有些人可以幫到他 一定是好人 這套東西兩個都是相反的 這套作品基本上就是 一開始有講 總之有四位勇者 分別就是被召喚了去《異世界》 主角就是我們常文這個角色 一轉來這個世界之後就成為盾之勇者 這個世界基本上就說 召喚的時候就會召喚 就是所謂四聖勇者 出現在這個世界 也開頭就是剛才阿鏡花所說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是不是 異世界 即進入異世界就成為人生贏家 這件事呢 基本上他在第一開始這方面 他在這個位置做文章先的 他首先已經做了文章就是 就是他不是一個能力很高的人 因為他用盾 就是一個廢柴 基本上在其他人的眼中就是 因為盾是沒有能力的 一個職業的 所以在這裡已經玩了東西了 我覺得第二件事最有趣的就是 通常這些 你召喚一群人來 你不要理為什麼是日本 永遠都是日本的 但是問題是 他很有趣的 他是平衡時空的日本 這四個人是不同年代的日本 應該說是不同世界線的日本 或者換句話來說 你知道永遠的轉身系 如果你看到永遠都會 骨王都會 找找有沒有其他同伴 他也有同同感 但黑巧就是說 有四個人一起過來 但這四個人基本上是沒有common點 即是他不會有一個一開始的夥伴 給你 亦都這樣說 一開始這四個角色 則不算上文 另外三位勇者的角色 很顯然地他們的性格 亦都不是一個很正派的人士 給你的感覺 故事的笑點就是 其實他們是入到異世界異常冷靜 然後就已經開始說數 拿著數 這個已經首先是玩了一次 異世界的重點 你不能說玩過異世界 應該這樣說就是什麼呢 至少他們知道 或者看過很多作品 看過很多異世界的作品 亦都被他們看爛了 他心想 終於到我了 還用愛知識趁機拿著數 雖然故事裡面 特地有說到 其實男主角 尚文 其實知識量 跟其他三個人是有分別的 因為那三個人都是玩 他們各自在世界線裡面 那隻遊戲的玩家 但是尚文 還沒玩過這個遊戲 對 還有在他的世界觀裡面 是輕小說 他還剛揭開那本 連裡面是說什麼都不知道 就已經被人扔進來了 所以他知識量是有差距的 也讓他只有被人節省的原因 其實 一開始第一集裡面 他被人節省的位置 其實到現在為止 都不知道為什麼要節省他 我們唯一知道的一個設定就是什麼呢 由另外三位勇者的口中得知 Shilder這個職業 是在他們認知的遊戲裡面 是一個垃圾職業 所以就是說 對他們來說 他們覺得就是沒有用的 其實是 而引致就是 其實因為我三人不懂得出你 在職業如果我的認知定位裡面 你是廢的話 其實我是不需要跟你靠攏 所以其實你說 當尚文被屈的時候 也都沒有什麼人所謂叫做伸出援手 就是他們說 我跟你又不是認識了 我認識了你 有沒有一天 可能一天都沒有 幾個小時 還有那個故事裡面說就是 首先其實 應該有一個合作的契機 就是他們四個都是要 清掉那個Wave的大浪 那個 魔物雜萊那個世界裡面的 那一段的戰鬥 他才能走得 但是他們的印象就是 這個Shilder的職業 都沒有用的 我們三個人自己搞定就可以了 你這個也不會幫到我戰鬥的 所以其實沒有合作的理由 之後他就發覺自己是廢的 沒有人理會他 所以我說 我只要看到這一段是什麼呢 我覺得另外那三個勇者 其實都真的太天真 他沒有玩FGO 我想說的 沒有啊 零cost這件事 有零解 對呀 就是 很老實說 假假的 人家都是一個叫勇者的職業 而那個傳說裡面 都是四個勇者的話 就算你 老實說 若然你是一個 有多少 心計的人來說 喂 這個盾職 即是什麼 即是消耗品 有什麼事 你就把他丟上前 先 你應該以事有好 我想說 打機打得少 打機裡面 老實說 你玩哪隻遊戲 十成裡面 九成裡面 有哪隻是不需要盾的 即是他們呢 就是聰明反被聰明 就是 就算有坦也好 都是要用的 就是你要明白 就是說 你會死的嘛 老實說 若然你要去送死的話 那什麼是一個 最好送死的角色 就是那個盾啊 不過這樣 他有補出一句 就是說盾去到高級的時候 沒有人用的 所以我猜 That's why他覺得 可能這件事都不重要 這樣 你明白重點嗎 沒有人用是沒有人自己用的 現在又不是你自己用的 這個是真的 其實又不是他自己用的 為什麼你不讓他去隔壁的團隊 不要緊 他們純粹沒有 當然 他所謂的做這個設定 就是說勇者之間 不能互相組隊這個設定 他鑒粹就是說什麼呢 其實我剛才說的那個需要就是 沒有啊 我是想利用他做犧牲品的 但是 進不了派對 不好意思 所以 就因為這件事 而尚文就 不知為何 就被這個冤枉 他亦都入到這個異世界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所有人對他 其實對盾勇這個勇者 好像是一個很不好的態度 其實不知為何 到現在為止 事實上 我想他被人冤枉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細菇力藥 那個女人因為抓他黃腳雞 就是沒有人幫他 就是沒有人幫他辯護 沒有人幫他 去澄清這件事 那他抓你黃腳雞 就是找這些落單的人 那筒勇本身 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人覺得他很有用 再加上 還要被人捉黃腳雞 現在沒有辦法 他就聲名浪跡 於是 他突然之間 我們的主角 突然之間明白世界殘酷 因為他在現實世界 是不明白世界殘酷的 因為他不知道 媽媽供養他 然後他可以集在家 我講到他一件事 那他終於就開始努力工作了 走了 那他又不是不努力工作 他的案子是 他不需要努力工作 他不需要努力工作 沒有說他很廢的 所以他現在努力工作也合理 他也不是那麼廢的人 只是他要再這樣說 這個世界這麼殘忍 許不仁我都不義 我都要對其他人 都是要用威脅的手段 去賺錢 應該 我會這樣說 其實上文本身 有一個就是什麼 他不是一個打算對人很差的人 但是世界對他的殘酷 而令到就是什麼呢 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 我不是不懂得玩 我不玩而已 但是現在你跟我玩 我就陪你玩這個遊戲 所以之後也會多了一個 你看得出他不是這樣的人 就是多了阿飛樂這個角色 就是那個獸二那個奴隸 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 他到那個位置反而我覺得是 其實很多現在二世界作品很流行的一件事 就是不再去寫一個 王道的勇者 就去寫一個邪道的勇者 其實很多這類作品就是什麼呢 因為邪道其實很難寫 因為你怎麼寫的就是什麼呢 有一個問題就是 一些很邪惡的事 其實是 做了的話就不是勇者 但是你不做的話 又不夠邪道 而最終就是很多時候就變成了所謂的洗霸 就是說什麼呢 沒錯 沒錯 我只不過是面樂 但是我心善的 也不是的 一般向是這樣 不是一般向勇者是可以邪惡的 我覺得沒問題的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最偉大的邪道勇者的線區 就是咕嚕咕嚕魔法陣裡面的人 我覺得大家對邪道的心目中 大家浮現的印象應該是有不同的作品 我覺得那一刻 大家三個人想的是不同的東西 不過這套是用了洗白路線的 這套其實是用了 據尚文來說 他放心那位獸人少女 Lapta這個角色的 原因是因為是奴隸印記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他能夠就是什麼呢 他知道就是他不可以出賣他 所以他才放下了防線而已 其實還有有一點劇情需要的 一來就是因為他沒有人在派對裡幫他打怪 他自己一個人用盾 實在是太無效率了 然後奴隸 他一定要聽命令 一定要戰鬥 那麼這個設定是令到他幫了他 他繼續的故事進展下去的一件事 還有我想那件事就 rather than說用不用白 就是其實你很難 要那個勇者的主角 是太過做一些邪道的事 因為那些邪道的事未必很討好 那你會覺得那個主角很無魅力 這個是設計考量來的 這個設定的一個難點來的 就是怎樣能夠保持他一個黑暗英雄 但是你又覺得就是什麼呢 他其實都是一種正義 這個是一個很難拿捏的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故事裏面 其實他某程度上都是玩那個名義本身的東西 即是他奴隸 但是其實當成是伙伴 去做像親戚的女兒 然後勇者其實是一個沒用的人 需要一個奴隸幫他戰鬥 而另一大設定 我們也要討論 就是所謂叫做利用遊戲的設定去包大 暫時來說 看故事裏面 其實這方面 其實就沒有很大的著物 其實你純粹只不過叫做 就是技能 我覺得他現在用遊戲的包 有點像我們之前說的 就算有些異世界的故事 他其實不是真的用遊戲的名詞 要塞進去幫他解釋 因為其實我甚至已經可以建立一個課題了 其實問題是他現在用這種設定 我覺得他是為了不想去解釋一個東西 就是什麼系統 就是這個世界的所謂的 叫做法術也好 技能的所謂的系統 就是怎樣去學 老實說我們正常學技能的就是 拜師 再不是出現一個master的角色 扔你兩三集修練 然後跟著能夠什麼 學到這個新技能 somehouse的東西 他現在基本上就是什麼呢 用一個系統包裝著就是技能樹 有什麼技能 看吧 其實他在做的事情 就好像為什麼要用遊戲的設定 就是因為他想和那個觀眾 或者讀者 在小說裡面 有一個共通的語言 其實想大家 你用等級 經驗值 技能 所有東西 用這些字眼包 大家不需要太多的解釋 就已經很快速地理解到這些什麼 所以其實他為什麼要用這個設定 是純粹方便 純粹 純粹只不過其實為了理想這件事 總之主角勁了 他會解鎖新技能 而他為什麼突然之間會解鎖新技能 就是因為 系統 但是其實 這個 有一個自古以來的問題 你要知道 永遠很早期大家會罵的就是 那些東西是怎麼來的 根本就沒有解過 現在搞一下就是什麼 我不解釋了 叫你用遊戲系統 但是反過來 你要知道很多時候 如果一個故事 寫到最後 有些大方向大橋 你只要解釋 就是由一個系統去解釋 而你永遠 你現在下了 就是一種遊戲系統 你不解釋 其實永遠 很多故事 指於 就會是 故事人物和劇情的東西 你不可以說到一個 更大的層面去擴射 所以結果 就是當轉生系玩爛了之後 結果大家就用一些邪道轉生系 玩一下玩到那麼多 都來不到這個框框 這種的設定 我會說 用上一季的一套作品 去說它能夠成功應用到一個的認知 那一套就叫做 《哥布林殺手》 因為這句 現在就是剛才 鏡花說的一種認知 就是 總之 《奇人樹》有這個 但問題就是什麼 好像剛才 鏡花說的 所謂的邪道勇者 大家的認知不一樣 我認知的遊戲 和你認知的遊戲都一樣 我會說我玩 Warcraft 然後告訴他 你玩天堂 然後告訴他 其實我玩石器時代 然後我就說 那怎麼辦 技能樹即是什麼 只是玩風之谷 沒有這件事 然後我們說 這件事 我甚至說這件事 是一種 bullshit 其實是說 你認為我知道 但其實我根本不知道 你根本是沒有一個共通的語言 其實那裡是沒有一個共通的語言 而這個共通的語言 只不過是一個虛偽 遊戲系統 然後我會問你 再問你 那一層幾個 其實就穿了球 什麼遊戲系統 什麼遊戲系統 而且我覺得 就是 一來大家對遊戲系統 認知其實不多 二來其實某程度上 這件事 作者想掩飾就是 沒有說掩飾 他不想做太多的事 就是他不想在設定 花太多時間去做這件事 其實很多現在的轉身 其實他為了 做這件事 其實只是為了一個目的 就是快出 帶進去故事裡面 說他想說的東西 而且我覺得某程度上 是跟他連載的環境有關係 你網絡小說的話 沒理由 很少人是會很認真地 逐個 逐個領導小說 那你當然想快 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 是跟他連載環境有關係 我會覺得就是 因為其實 你如果說回現在 其實基本上 這種設定的原因 就是他要盡快帶出賣點 無論之後 為了帶來更大的閱讀量 點擊量 甚至讓人留意到 就是因為這些東西 要寫設定 要設定 不重要 其實他們知道重要的 其實是他們知道 我深信他們知道重要的 這些作者是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位置 要寫得出味道的話 花費的功夫極大 而就是收益可能是很低 還有這個生活 cycle太短了 所以沒有本錢去花這樣的時間 而且問題就是 很容易會陷入一個 如果你設定得不成功 很容易陷入一個 就是什麼呢 我寫死了設定 我自己發展不下去 我要發展下去 我就要破壞設定 而破壞設定 我忍之就是我破壞整個故事 所以就是什麼呢 我寧願不說 不說就是什麼 你最多說我 嗨 但是你不要說我沒有 而且你剛剛說到 尤其是網絡小說的連載特性 就是我不說 代表什麼 我只可以說回 回頭 你可以現在當我嗨 我之後需要的時候 你不可以說我錯 我只是那時候沒有說而已 這個是一個 都是連載環境裡面的特色 而好像我們回到屯用這裡 基本上就是 其實他用了很多 他唯一叫做 用得最尷尬 對我來說 其實就是所謂 常文去講解 就是說 他unlock一些skills的時候 那些東西 基本上是一堆的 你講什麼都可以 其實你告訴我 你unlock了這個世界之盾 然後你可以 反射世界上 或者你能夠 使出光之防護網 反射一切的攻擊 你都說 我無所謂的 你說什麼都可以 除了那個位置 就是基本上大部份的設定來講 我覺得都屬於 基本上有玩過遊戲的人的 認知範疇的等級 經驗值 之類的 而且就是一些沒有的東西 他都叫做比較直白 用一個所謂叫做 系統訊息 告訴你 你不可以這樣 你可以這樣 那樣 那他就是 大概就算 叫做 我叫做比較簡單暴力 用的方法 還有其實他現在 在劇情方面 其實不需要用太多設定 其實 最多空氣騰這一段 他最多用到的東西 所以 當你的劇情 不牽涉太多設定的東西 你現在這個方法 是行得通的 我也都這樣說 就是 因為本身你說 尚文一開始 就是被這個世界遺棄了 但其實 也都是 一開始我們說 遺棄不完 他身邊還有一些 很堅實的NPC行動 因為其實 他威脅過的NPC 實際上 其實是一個 當然他每次都 拿著一隻 不知為何 拿著一隻 拿著一隻 咬著他 一拿著之後 我會 店長說 屎來沒有的 走開 過著 可能對NPC來說 沒有戰略 NPC來說 喜歡任何的魔物 都覺得很厲害 不過我想過 但他依然 其實你說尚文 好像說 為了大動劇情 其實尚文 老實說 其實他依然是有一種問題 尚文其實沒有經過太大的努力 就好像 其實無論一開始 那位 所謂武器店的店長 因為可能 在他未 身敗命你之前 有這個 有這個 互動 但不知為何 他依然肯和他互動 亦都肯提出了 最低限度的協助 另外就是 無緣無故 當然 不知那個人是什麼原因 你可以說 不可以說現在不同的 就是那個所謂的奴隸商人 為何會接觸尚文 就是這個位置 其實尚文基本上 基本勇者 我們稱為最大的 強大的質素就是運氣 是的 那些事 那些事 全部都可以解釋 例如那個奴隸商人 就是因為他知道 那個人已經下單 所以找他 有些事可以解釋 這個 他唯一的事 還能解通的 就是 無論你怎樣 都好 你都是一個勇者 還有 故事裡面 其實到了第三集 劇情正正正説 就是 assim 總考慮 你也要做一個勇者的工作 所以他就是用不起眼的方法去拯救一條村 去沒有大浪的襲擊 他就在這裏得到人心 人們開始對他有人幫他 也會有人跟他一起戰鬥 我只可以說 盾勇的一個特色就是 其實比起其他轉身勇者系的作品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所謂叫做由零開始 還有由零開始這件事 由負開始好像比較好 我又覺得 你始終有個勇者的銜頭 都負不完 我想這個故事裏面 成名錄這三個字是很重要的 他是想表示他會有一個 真的從零開始 從你開始建立他的明星 建立他的技能 建立他的團隊等等 所以我又不覺得這個故事 其實很強烈地想玩反用者的東西 只是想玩成長 其實想玩元素 可以這樣說 反用者是他的設入點 設入點 我叫做捉住一班人 一些賣點去處理的情節 之後我不知道他怎樣用 但很明顯之後 只不過是建立了 逆轉劇 我覺得大家想看 究竟尚文 什麼時候能夠逆轉 這個世界對他的觀金 如何能夠播放這個世界 如何打臉那三個勇者 可能是 其實那三個勇者 尤其是某幾個都很想一和 車下去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吸引你想繼續看下去的其中一個原因 我覺得是 那基本上 當然這套東西 雜面三角也沒有說太多特別的 但是我這樣說的就是 他沒有太多 我們之前說的 二世紀作品 一些太多我說了就算的設定 他有他的吸引力在那裡 他有他自己想走的一條路 先不論這條路走出來的觀感好不好看 但是至少 他沒有應用太多的理所當然 而且我喜歡的是 其實某程度上 其實他不太以世界系 因為其實他只是說很典型的成長路線 其實他只是 他唯一的理所當然 只不過是 那個是我一直剛才說的 所謂的系統輔助 系統輔助 那一樣東西 還有經驗值 level 這一樣東西 我只可以說就是 一個不想寫強 不想去描述 什麼為之強 什麼為之弱 或者是 我怎樣告訴你他強 他level100 厲害不厲害 嗯 level100風頂當然厲害 下個 下個敵人是什麼 他level200 那level200 為何厲害 他都level100 數值本身就告訴你厲害 還不厲害 我覺得 唯獨是這些位 本身 可能喜歡的人會喜歡 但我對這方面 是比較 真的 不是太喜歡這種設定 但其他方面我覺得可以 至少他沒有用的 是說 你說你強過 你幾個level 我就是100level 你90 level 差我10個level 爛開 沒有用到這些 我覺得其實都已經可以了 暫時來說 這套 我想我們 介紹就去到這裡 看看他之後 怎樣應用 囤這種設定 我想這個是其中一個最大的賣點 始終就是 怎樣應用防禦 去攻略魔王 都是一種 叫做暫時 在市面上 不是太經常見到的東西 但始終他有些取巧 就是他在說的是 會是 他有他的隊友 去幫他做攻擊的那個 我唯一 真的要 覺得有些可惜的 就是第三集 那個戰鬥那一段 沒有那個配合 那裡做得不算好 不是好看得出 就是盾和劍的配合 在裡面 怎樣令到他打贏那個對手 這個位置是差一點的 這個我覺得也是一個作品 其實他本身是拿著噱頭的 對啦 所以他也是噱頭的 我覺得他唯一是 會不會突破那條防線的一個點 就是什麼 其實如果你有反射攻擊的話 即是性防護網的東西 其實你是不需要攻擊的 他就說 打我 我覺得其實是什麼 其實盾系 我覺得他少了一件事 盾打 盾系職業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技能 而在尚文這個角色裡面 我暫時發掘不到的就是 挑撥 你要 你一個人叫 你找什麼 就好像脫掉 打開 這裡啊這裡 藥點這裡 打開 這種挑撥性的性格 我覺得才是一個 shielder 是一個基本的原則 或者是什麼 你要表現到你是好弱好弱 就是那些人很想打你 這種才是最 我才叫做一個 一個盾 的基本的素質 現在他的盾 不是真的好像平時 我們看做tank 那種盾 他好像告訴你 盾 這個盾 就會有很多功能 那些功能 就可以幫他做某些事情 你會知道就是 大家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偉大的美國隊長 在盾方面的研究 那個盾來的嗎 攻擊勇的嘛 那介紹我們就到這裡 那姑姐看 在舊分的時候 我們再討論盾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再去介紹下一套的作品 我沒有想到 你會不會 你會對中 那些人 我沒有想到 他要去走 那個人 你會不會